众所周知,崇陵是太成功的节语花,思命是太成功的晴雨表,而众陵新官不似思命,不八卦不好奇,一心一意打理着太成功,为此就连东华帝君也是在凤九爹娘面前亲口称赞过的。 因此众位尊神见众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,看上去一副紧张的样子都有些好奇,毕竟能让众陵新官大惊失色的事情实在是不多。 东华帝君为人本就不喜欢神仙一经一乍不端庄的样子,加之此刻心情不好,因此继续用着方才怒对连宋时的神情冷冰冰的看着众陵。 崇陵道也是无暇顾及太多,冲到连宋面前,道三殿下,方才听太成功功额说您刚才去过膳房了,连宋一愣,道是啊,崇陵继续说道,一个粉红色琉璃盒子你是否拿走了? 连宋人本见众陵说即太成功善房心中便对众陵的来意有所了解,但为了保命,连宋还是选择装傻充愣,能活多久是多久,能装多久是多久。 于是,连宋这个天族三殿下面不改色心不跳道,我确实是拿了一个粉色的盒子,但不知是不是你说的琉璃盒子。 崇陵一听,瞬间松了口气,道,还请三殿下将盒子还给在下,这盒子实在是要紧得很。 连宋见众陵模样,随即从袖中取出一个粉红色的琉璃盒子,正是方才他从太成功善房取出的那只盒子,交给了众陵。 崇陵一见琉璃盒子完好无损,瞬间松了口气,然后轻轻打开盒子,却立刻又面容失色,着急问道,三殿下,盒子里的东西呢? 事已至此,连宋已然明白这个盒子里东西的重要性了,但此时此刻为时已晚,连宋只好硬着头皮道,吃了,吹了,崇陵的声音又提高了几个吊门,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连宋,见连宋似乎面带愧色,便也只好相信了连宋的这番话,又觉得不放心,回头看了看众位尊神,时知众位尊神纷纷默默点头,崇陵这才颓然垂手,走到帝君面前扑通一跪,道,帝君恕罪, 是我没有保护好凤酒殿下特意给您做的典型,崇陵这幅模样,真的是我见犹怜,幸亏只是个男仙,若是个女仙,生了又如此白嫩,此刻又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定会叫在场的男仙心软的,很不幸,崇陵是个或真价实的男仙,但一直处于怒气中的东华帝君似乎还没从怒气,终走出来又被仲陵这一跪弄得实在是莫名其妙,道,什么意思? 崇陵崇重重地叹了口气,道,回禀帝君,凤酒殿下走之前做了好些糕点灵嘴儿,又特意做了一些别的小灵嘴儿,时神秘秘地封在一个粉红色的琉璃盒子里,叮嘱臣,若是帝君心情实在不好的时候就将盒子交给帝君,可是方才臣去照看了一回天童公主,没想到连三殿下进入膳房将这盒子拿走,还将里面的小灵嘴儿吃了, 沉沉有愧于凤酒殿下的嘱托,实在有罪,东华帝君一听众林的话,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生气,高兴的是小狐狸心中自己还是很重要的,怕自己心情不好特意做了安慰小灵嘴儿,但生气的是,自己连盒子都没摸到就被连颂等人全部吃掉了,东华帝君从未有过如此矛盾的心情,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向谁发难才好,只好淡淡地说了句,起来吧, 众人都以为东华帝君听完一定会立刻发作,大发雷霆,可是大家都没想到,东华帝君只淡淡地说了句起来吧,看来大家确实对东华帝君误会颇深,连颂此刻也说了口气,道,难怪我说为什么那些小灵嘴儿都是都做成了狐狸状,原来是得东华的,连颂看似无意的一句却立刻让自己引火上身,东华帝君本就怒气十足,但又被小狐狸的贴心索包裹了一层, 此刻一听连颂说小灵嘴儿都是狐狸状,心中的怒气轰然炸裂,瞬间一到连颂面前,都狠狠地看着连颂,连颂哪里见过东华帝君如此,但少晚莫冤哲言却深知这个眼神,从前在战场上杀红了眼的东华就是这副模样,少晚此人平时大大咧咧,但始终是魔族始祖,智慧还是在线的,瞬间来到众林身边,接过粉红色的琉璃盒子,道, 小凤九真是心灵手巧,这份红色的琉璃盒子上竟然也有四只狐狸的图案,少晚一边说一边拿眼睛不停地瞄东华帝君,果不其然,东华帝君在听到少晚的话后,收了收眼神,转身走到少晚身边接过琉璃盒子,看好久,方又画了一道紫色的光,将盒子收走了, 先长,东华帝君转身,面朝着妙华镜,盯着镜中那一个白衣男子,扮上突然不知是对谁说道,小白此次下凡历劫必然辛苦,若有神之草可以滋补一下,我想,应该是很好的,东华帝君啊,不愧是天地共住,前一秒怒气十足恨不得祭出仓河,下一秒就如此云淡风轻地提了提自己的要求,至于这个要求提谁,那大家还是心知肚明的,哲言上神这几日着实无聊, 因白针关心凤九在凡金的情况,这才不得不陪着白针每日到这九重天的妙华进来,方才一听东华帝君说起神之草,顿时想起了方丈仙山的那一片奥铺,瞬间来了精神,复合道,是呀是呀,凤九生产时消耗过多,若再有几株万年神之草补补,那必然是极好的,连颂听着两位尊神的话,又看见东华帝君虽然淡定地坐在那里,可周深紫色的仙泽却磅有力, 深知帝君怒气未消,便立刻自告奋涌道,我去我去,我去给凤九找神之草,连颂一脸谄媚,东华帝君一听,悠然转头,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盯着连颂,盯着连颂都有些心里发毛了,才说了一句,也好,连颂一听也好,便立刻像被刑满释放一般,欢天喜地往庙华境外跑,跑了一半,又折回来, 悄悄摸摸走到折颜身边,碰了碰折颜上神,悄悄问道,折颜上神,你那里还有没有神之草?折颜上神白了连颂一眼,道,你以为我的实力逃灵重的是神之草吗?连颂一想,也觉得自己的问话有些蠢,若是折颜上神那里有,帝君又何必说方才那番话呢?连颂道,上神以为,我应该去哪里取这神之草? 折颜白针对视一眼,一脸坏笑道,去东海盈州取神之草啊,一听盈州,连颂瞬间垮下脸,道,上神不要开玩笑,谁不知道当年叶华那小子为了替白钱取神之草就莫冤,与看守盈州的那四只凶兽打架失去了一条哥波才拿到神之草,如今那里早就没了,折颜笑道,那三殿下你说,哪里还有?连颂被折颜这么反问一下,也懵了,仔细思考了一番,突然眼前一亮,道, 方丈山,折颜白针笑而不语,连颂认为自己一定是说对了,于是立刻起身,前往方丈仙山,连颂走远后,白针盯着妙华镜,身子向折颜挪了挪,道,东华帝君还真是煞费苦心呢,折颜扇子一摇,道,他这番苦心也太过于直白了,白针不以为然,道,直白,你看连三殿下懂了吗?折颜再笑道,连三殿下,哈哈,实乃妙人也。